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昨天晚上土耳其救援隊7人到我們台灣救援啦 那在我昨天那條影片拍攝之前 也還沒得知這個消息 那他們今天一早就出發到泰魯閣山區展開救援行動 而土耳其救援隊的隊長表示 土耳其地震的時候台灣也給予了非常多幫忙兩次對吧 那這次他們也一不容此的幫助台灣渡過難關 而中國企業陳光彪在4月10號公開宣布 捐款1000萬人民幣給台灣花蓮的贈災 但該篇報導並沒有指出他捐給了台灣的什麼單位 但是我們回顧一下這位叫做陳光彪的中國企業家 他曾經捐款過給南投縣花蓮縣這幾個縣府單位 也發過這個獎狀給他 我們上面可以看到我們花蓮皇帝的名詞對吧 而陳光彪他也曾經來過我們國家花蓮國 面見我國聖上 但是他到底是捐給哪個單位呢 目前不得而知 而根據現在的資料來看 花蓮縣政府說縣政府的捐款僅有400多萬台幣 而衛福部旗下中央那邊的單位 已經高達1多的台幣 這還不包含日本國內他們自己的捐款金額 所以陳光彪的4400多萬這1000萬人民幣是捐給誰了呢 而陳光彪在2022年8月份他翻過車 當時啊全世界都在看佩洛西到底會不會來台灣 而陳光彪那個時候就指出 只要佩洛西一登陸台灣啊 我第一時間把我家產捐出90%給中共的國防部 沒想到陳光彪發揚後的第19個小時啊 佩洛西狠狠地打了他的臉 為中共國防部拉贊助登陸我們台灣 而陳光彪緊急三穩 當時啊被一堆打雞血的小粉紅直接怎麼嗆 說好的90%呢 好那我們看到這裡的 我們先即便陳光彪這次有捐 捐給誰不知道 但他心裡一直以來 都是想讓台灣變成中國共產黨統治的地方對吧 不然他怎麼會說佩洛西來他要捐給中共的國防部 捐給國防部幹嘛 捐給他們的軍事單位幹嘛 打台灣 那這不就跟他基於人道要救援台灣這個災難 是背道而馳的嗎 欸你們發生天災了 我給你們錢 但是啊 你們如果想要獨立 不想給我們中共統治 我就出兵打你 我就捐錢給解放軍 去A死你們 是不是完全背道而馳的概念 所以你就知道 他捐款的目的是為了什麼 為了祖國統一事業建立好形象 你看台灣人看到我們一直在幫他 對吧 我們是一家人所以統一好不好 一定是基於這個前提 不然你就不會捐錢給解放軍 雖然你也食言了啦 這個邏輯很簡單嘛 今天你一個非常不喜歡的人 對吧 他天天追求你 就是一個耳男或是耳女對不對 買禮物送你親友 或是給你親友錢給你錢啊 對吧 雖然你不想收 但他還是會撒在你面前撒錢 撿啊 還時常會口嚇你 或是幫你的面打他的家人給你看 那我請問 他討好你的這個行為 或者是討好你身邊的朋友的目的是為了什麼 要得到你 這跟日本 要捐款給我們幫助我們 美國想要捐款給我們幫助我們 是不一樣的概念 因為人家沒有想要得到我們對不對 人家沒有想要統治我們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下面的粉紅說什麼 白花錢呢 不如捐給大西北 說的沒錯啊 我們也沒有主動要請你們捐款 夠西北的耶 知道嗎 還有一個來自江蘇的粉紅說什麼呢 你看 你把他們台灣人當親人 他把我們當仇人 說的沒錯啊 看一下誰的軍機一直繞來繞去 誰才是仇人 台灣每年賺走一兆人民幣 平均下來就是每個台灣人 可以分走三萬七千塊人民幣 這個概念就是 怎麼樣中國都要贏 我中國公司到海外 歐美日韓 設廠 不是賣產品 是什麼呢 歐美日韓 需要我大中國的產品 是你們需要我 對吧 但是這個概念 如果變成歐美日韓台灣的公司 到中國去 在粉紅的邏輯下 又會變成 你看 這些歐美日韓台灣的公司 到中國是因為他們需要 中國的市場 等於是中國人養了他們 這完全是不同的邏輯 你知道嗎 對 所以這個時候就不是要 是中國人需要 歐美日韓的產品 所以你們就可以知道 這個邏輯就是 不管中國 這個兩個字到哪 他就是要贏 你們其實可以主動拒絕 喔 斷掉 跟台灣購買這些 中低端的這些晶片 還有其他的電子零件 還有化學原物料 等等相關的材料 因為其實我們看這個進出口 大部分賣給你們的 通通都是什麼電子零件 還有這個電子零件的相關材料 還有這個晶片 對吧 你斷啊 就跟你們幾年前大量斷掉 我們水果產品是一樣的 你斷掉之後 我們反而還把你們這些 通通更銷往歐美日韓 對吧 價格還賣得比中國更高 你看一下洪都拉斯白蝦 你們到現在還沒買 而當初 你們允諾台灣的部分水果 可以進口到中國 這個本來就是基於國民黨 舔共 你讓利給台灣的那些農民的 紅利 對吧 你們中國本來就不缺水果 拜託泱泱農業大國 你們每年也是一堆果農 量產過剩 是吧這個影片我前幾年都分享過 超級多的 也不見你們這個政府啊 還有人大代表 政協去幫助當地的果農 要怎麼轉型 對吧 你這些產量過剩的 我可以幫你怎麼做 沒有 全部賤賣 不能全部倒掉 然後你們那個時候還有資格說 你看台灣啊 被我們抵制了 水果賣不出去了 你們立委還過去幫忙 然後也賣不出幾個錢 你們到底有什麼資格 在笑這件事情啊 你人大哪去了 你有看過你們的人大還正邪 市委書記穿背信在你面前這樣嗎 你沒看過 台灣賣給你們的水果 本來就不是你們的必需品 也不是你們必要 但是目前你們跟台灣進口的 中低階晶片 相關的電子原料跟零件 是必要的 因為你們的品質還有你們這些的技術 確實不如台灣 所以你們需要買 不然你斷了 你怎麼不斷呢 你怎麼不跟水果一樣 霸氣的說斷就斷呢 因為一個是必要一個是浪力 懂不懂 順便給這個 田工的台灣人科普一下 不要整天拿那個來說嘴 很好笑 我覺得比較可悲的是 一個泱泱的古國啊 沒有一個東西是 拿到現代是代表的 你看 你前幾年之後要發展5G 結果你5G呢 你的晶片呢 你晶片也比不過台灣跟韓國 你的這個電動車的市值產業 總體全世界的 呃 金額 還有這個發展 他的前途 也評補過特斯拉耶 然後這個農業股國 你的產值跟經濟價值 也比不過北美跟澳洲 而最近又有一堆粉紅啊 跑去試測小米的電動車防夾功能 我們帶大家來看一下這段影片 肥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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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肥盈 等一下 等一下 我的手還在裡面 等一下 而這次有中國網友看到台灣提供的救難物資跟救難帳篷 有點先進,連日本民眾都覺得自嘆不如 我們可以看到台灣災民保有隱私設計的避難所出現在日本的電視台上 引起日本民眾的巨大反應並自嘆不如 有日本人甚至用日本完敗、天差地別這樣的字眼來形容 所以從這次地震看出海峽對岸真的是了不起 我覺得這次相較於可能前幾年台灣這方面確實有提升 而這也是我們之前看不到的 而日本電視台爆出來之後我才發現台灣原來從軟體 還有從這個基於人性上面都是有提升的 覺得確實還不錯啦 因為如果大家去的話都是大通鋪嘛 就是很沒有隱私啊 可能女生有時候不方便要換個什麼或是要餵奶什麼 其實都非常不方便還要換衣服什麼的 所以啊有這個隱私的這個遮起來的棚子啊我覺得還蠻不錯的 但是啊現在有很多這個小粉紅看不滿台灣這次救災 所以呢各種抹黑 現在我看到好幾條說什麼呢 地震48個小時之後 解放軍投入了10萬人去救災 台灣軍隊只出動了132人 對吧沒有對比就沒有傷害 欸這篇粉行文章拿什麼來對比呢 他拿汶川地震跟我們台灣這次的花蓮地震來對比 48小時的救災 解放軍出動10萬人 我們中國做到了 但是台灣呢 台灣花蓮當地駐軍6000多 這次只派了100多人 做做樣子 喔 都是蔡英文的錯 台灣所謂的 戰爭動員在這次地震中並沒有發揮 花蓮的後輩都不想去救老百姓 台灣軍隊的救災也是慢慢吞吞的 台灣為什麼救災這麼不積極 原因在於 台軍現在性質上已經發生變化 在馬英九的時代啊 台灣還有這個抗災救災的能力 出動了50萬人去參加88風災 還有921 結果呢這次只出動 結果呢這次 確實出動了幾百人 所以台軍徹底淪為台獨勢力的工具 蔡英文把台獨作為 絕對的政治正確 賴清德 蔡英文之流已經非常魔爭了 台獨比地震災區了 台灣老百姓生命還來得重要 蔡英文和賴清德見解是人血動物 我的天啊 921 88風災 汶川大地震 跟這一次 傷亡的規模比起來 我們需要呼動幾千人 幾萬人 10萬人去救嗎 你在幹嘛啊 你的汶川是多可怕啊 失蹤加S的人 加總在一起快9萬了 因為其實失蹤就是S了嘛 對吧 你失蹤到現在就是S了 受傷近40萬 對吧 所以你出動了10萬解放進去救 這很正常啊 而台灣這次的規模 軍方也有出動 但是大部分是先 給 相關的救難單位 因為他們肯定在這方面的專業會比 軍隊還來得多 因為軍隊的專業其實是打戰 其次是救災嘛 那不然為什麼要有救援隊 不要有救援隊全部丟給軍隊做就好了 我不知道 你小粉紅在拿著什麼不倫不類的類比啊 大家看了不覺得很可笑嗎 你這篇文章是 誰會信 你們牆內的粉紅嗎 還是舔共的台灣人 很荒唐就是 什麼樣的智商的人會去信這種東西 在這城市的搜尋 已經結束了 他們做得很快的 很驚訝 看來台灣 得到 救人 然後 清潔 回到平常的生活 好啦今天影片到這裡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我 不喜歡記得一定要把我封鎖 我是吧 下次見了拜